血脂高了到底应该多吃哪些少吃哪些 很多的粉丝朋友呢 甚至去挂了所谓的专家号就看病 那个专家呢也没说啥 只给他开药了 20秒钟就让他出去的 那么今天呢 我就邀请中医内科学陈博士 我的好兄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到底应该怎么吃 大家点赞欢迎 大家好 第一油杂食品 油条油饼杂薯条 吃多了会升高血色 而且油杂食品里面 反式脂肪酸含量比较高 不建议多吃 第二肥肉 动物内脏 猪肝猪老猪腰子 生血脂比较快 有朋友问 血脂高了能不能吃肉 像猪牛羊这些红肉 会影响血脂的弹性 但影响不是特别大 咱们日常最好以白肉为主 像鸡生肉鸭肉鱼 富含油脂蛋白 几乎不影响血脂 第三含反式脂肪酸 高的时候尽量少吃一点 奶茶 糕点 松饼 甜甜圈 奶油蛋糕 冰淇淋 人造黄油 人造奶油等等 反式脂肪酸 对血管的伤害比较大 最后一个 大家最能忽视 咱们的吃了米 面 馒头 这些精致碳水 不仅升糖非常的快 而且吃多了 会在咱们体内 转化成血脂 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鼓励咱们 适当的减少精致粮 增加一点点粗杂粮 健康饮食 是控制血脂的基础 血脂下来了 才能够降低血管硬化 狭载堵塞的风险 并且可以预防 心梗 老梗的出现 大家学会了没有 赶紧点赞 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 所以呢 我们只讲 老百姓听得懂的 医学科普 自己农民的孩子 我们都会让他们